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秒让他全家人才两空 刚产检完回家 我就看到家里来了一圈亲戚 大哥跪在地毯上低垂着头 抽着烟 老公在一旁一直叹气 嫂子坐在沙发上哭哭啼啼的 一边哭 还一边摔东西 地上一片狼藉 婆婆坐在他身旁安慰他 我没有凑过去 只是随便打了个招呼 就默默回了房间 我并不关心他们夫妻俩为什么吵架 我只知道 我肚子里的宝宝才刚刚三个月 我不能冒着孩子有可能畸形的风险 在客厅闻着二手烟 听嫂子讲他们夫妻俩那鸡毛蒜皮的矛盾 嫂子跟大哥吵架 不是一次两次了 原因无非是大哥又跟哪个姑娘聊骚了 或者是又跟谁出去打牌输钱了 每次都闹出挺大动静 我已经习惯了 何况他把我家搞成了这个样子 我不当场发飙就已经不错了 夫妻俩吵架不在自己家吵 来怀孕的弟妹家乱摔乱打 吞云吐雾是什么毛病 我正打算躺到床上休息一下 没想到婆婆却直接打开了我的房门 面露不善 刘雨 你嫂子都哭成这样了 你就一句关心都没有 我皱了皱眉 妈 你跟林阳不都在关心她吗 外面全是二手烟 我一个孕妇待在那里干吗 婆婆的脸色请客就变了 你怎么这么娇气 有点烟味咋的了 现在家里天都快塌了 你还只关心你自己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 我服了 不想在孕妻内闻二手烟就是娇气 这是什么歪理 当我正要发火的时候 我老公终于进来打起了圆场 妈 你别跟小雨吵了 她还怀着孕呢 孕妻本来就不能吸二手烟 这不是娇气不娇气的事 随即叹了一口气 转头劝我 老婆 是我不好 只顾着愁我大哥的事了 忘了你不能闻到烟味 你放心 我大哥的烟我已经让他掐灭了 他现在去开窗通风去了 一会儿客厅就没味道了 你放心 看着林阳真诚的样子 我的气消了一大半 算了 婆婆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反正她也不常来 只要老公站在我这边就行 我是跟老公过日子 又不是跟她的家人过日子 想到这里 我的态度也软了下来 老公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很严重吗 林阳的神情有些颓丧 哎 大哥被诈骗了五十万 不但把他们俩这么多年的所有积蓄 都赔了进去 还倒欠了银行二十万 现在嫂子正跟她闹离婚呢 我有些疑惑 不对呀 大哥前段时间不还赚到钱了吗 听说赚了十几万呢 怎么 我还没说完 我老公就打断了我的话 别提了 他是被一个女的骗去投资了 第一次投了五万 反例了一万 第二次投了十万 反了三万 第三次投了二十万 反了七万 这不 这回他直接投了五十万 这下好了 对面直接收网了 一分钱没拿回来 我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 这不是杀猪盘吗 算下来 这是净亏了三十九万 投了五万 几天时间就净利润一万块 年利率百分之一千多 好家伙 银行定期如果给到百分之四的利率 不知道多少人排队都要把钱存进去 年利率百分之一千多 有这么好的事 人家为什么不留给自己的亲人 反而告诉你 多么明显的骗局啊 居然能把老公他哥骗三十九万 当然 这毕竟是别人的家务事 我也不好多说什么 我只是脸了脸眉 劝慰道 哎 那真是太倒霉了 你好好劝劝大哥 钱没了可以再赚 别想太多 我明明是一番好意 没想到婆婆听完却炸毛了 钱没了再赚 说得倒轻巧 催债的都找上门来了 你嫂子都要离婚 你哥都要妻离子散了 就算以后赚到钱 把窟窿填上了 家没了 还有什么用 我被他吼蒙了 似乎知道了他的意图 我试探性地开口 妈 那你的意思是 他像是早就在等我问出这句话似的 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你卡里不是有钱吗 当初你结婚的时候 我们给了你二十万的彩礼 你妈又给了你二十万赔价 加起来正好够填上这个窟窿 你就为这个家做做贡献 把钱拿出来帮帮你哥吧 我没说话 婆婆补充道 你放心 我们不白拿你的 就当借你的 利息我们按银行的利息给你 本金以后慢慢还 呵 果真是在打我的主意 我的内心一阵心寒 我还怀着运呢 因为运返严重还辞了职 目前无业在家待产 我敢托产生孩子的唯一倚账 就是卡里的这三十多万 他倒好 不但打起了我彩礼的主意 居然还惦记起了我的赔价 真是好大的脸 何况如果林刚是因为生病急需用钱 那我可能也就借了 可他这是被诈骗欠的欠款 是欠银行的钱 他们夫妻好手好脚 自己慢慢还不就得了 为何非要从我一个孕妇这里借钱 把银行的钱还上呢 原因只有一个 欠银行的钱不能不还 但欠我的可以不还 他们一开始借我钱的时候 就没打算还 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 妈 这恐怕不行 我还怀着孕呢 以后生孩子 请月嫂 买奶粉 哪儿哪儿都需要钱 你让大哥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这算啥借口 生孩子顺产 又花不了多少钱 你做月子 我来照顾 不用请月嫂 至于奶粉 就更不用了 母乳比奶粉有营养 说白了 你就是不想帮忙 婆婆插着腰 一脸愤恨地对我 我被她的一番言论惊得目瞪口呆 她对我的反应 却特别满意 还以为自己的理由 完美地让我无法反驳 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 可她却不知道 我只是被她的无耻震惊到了 她这番恶毒的言论更坚定了我 一分钱不给的决心 我可不想剖妇产的时候 连手术费都出不起 做月子的时候 连月嫂都请不起 生完孩子 连奶粉都买不起 如果那样 我还不如不生 我没继续跟她纠缠 而是转头 盯着我一直没说话的老公 问她 林阳 你的意思呢 婆婆怎么说都不要紧 我现在唯一在意的是林阳的态度 如果她站在我这边 我们就一起把她妈和哥嫂赶出我们的家 断了他们借钱的念头 但如果她也跟婆婆一个意思的话 那我就跟她离婚 林阳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她妈 犹豫半天 终于表了态 妈 您说什么呢 生孩子怎么生 以后肯定是要听医生的 怎么能因为顺产便宜 就不让小雨剖妇产呢 万一出意外 怎么办 婆婆一脸惊诧 似乎没想到 儿子会这么干脆地忤逆自己 脸都绿了 还好 林阳还是站在我这边的 我想 可林阳接下来的话 却给了我当头一棒 老婆 我妈别的话 也不无道理 现在我哥家有难 我们该帮也得帮 要不这样 我们让我妈照顾你月子 让孩子喝奶粉 把省下的钱 给我哥渡过难关 好家伙 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呢 他们母子俩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为的就是我手里的那点存款 不过我还没说话呢 婆婆就怒了 那才能省多少钱 不行 我不同意 她至少也得把彩礼钱都交出来才行 陪嫁她不给就不给吧 毕竟她没人性 但彩礼钱原本就是我们家的钱 她必须一分不少地拿出来 妈 你这林阳一脸为难的样子 想劝她妈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只是眼神止不住地 往我身上挑 似乎在期待我能让步 我没说话 同样也看着她 我还挺好奇 想知道事情发展到了这个程度 她还会如何刷新我的下限 不过我没能看到我想看的 林阳的嫂子 罗燕这时候红着眼睛走了进来 看向我 卑微地开口 小雨 我跟你大哥也不是白拿你们的 我们可以给你打个借条 就当是我们借的 凭良心说 自从你嫁过来之后 嫂子对你也不错吧 你能不能帮帮忙 以后我们肯定连本金贷利息一块还给你 婆婆特别心疼地看着她 与对待我的态度完全是两个极端 小燕啊 你也太善良了 都这样了 还为她考虑 爱 说完 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就像看什么脏东西似的 我只觉得好笑 咋地 她借我的钱 反倒还是为我好 我还成了坏人了 林阳也对罗燕露出欣赏之色 然后劝我老婆 既然嫂子都这么让步了 要不我们也让一步 借给她吧 反正你除了二十万彩礼 还有二十万嫁妆钱 我服了 我的嫁妆是我妈给我的 怎么到他们这里 不把我的嫁妆钱抢走 还成了施舍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她的歪理了 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开始了一顿输出 借给她二十万 她还得起吗 还款期限是多久 抵押物是什么 还款利率比银行高多少 林阳 这些你都想过吗 要是他们缺钱 是因为生病什么的 我借她也就借了 关键这是被骗啊 那她还我的钱 跟还银行的钱 有什么分别 为什么非要借我的钱 来还银行的债 除非他们借钱的时候 就压根没打算还 我这番话 可以说是毫不留情地撕碎了罗燕伪善的面具 罗燕看着我的眼神满是怨对 婆婆更是气得恨不得吃了我 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地响 林阳逼着头没说话 这时 门外突然传出了一声怒吓 见女人 我忍你很久了 林刚目自欲裂地冲了进来 我还没反应过来 她就直接冲到了我床边 狠狠地扇了我两巴掌 我的脸上顿时火辣辣的 感觉嗓子里一股铁锈味蔓延开来 头甚至都有些发晕 婆婆在旁边一动不动 嘴角含笑 嫂子也一脸得意地看着我 像是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林刚打了我两巴掌 还不解气 竟然还想用拳头砸下我的脸 在她的拳头砸下来之前 林阳似乎终于反应了过来 这才快步上前拦下了她 哥 你在干嘛 林阳不可置信地盯着她哥 眼里充满了震惊 林刚却不以为意 弟弟 你也别怪我 你这婆娘不讲理在先 我只是帮你教训教训她 你要知道 你娶她是让她干活的 不是让她骑在婆家头上 作威作福的 你也别太惯着她了 这个世界上 哪有婆娘管钱的 她为了这么一点钱 连亲情都不顾了 完全不把你和你嫂子 还有咱妈放在眼里 这样的女人就该打 说完 她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林阳看着我红肿的脸颊 眼里虽然有一丝心疼 但对于林刚的话 却没有反驳一句 这一刻 我对林阳彻底心思了 一个连自己老婆都保护不了的男人 我要她干吗 我终于下定决心与她离婚 不过 我现在身陷狼窝 周围的这几个人 没一个好的 我必须要首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才行 我定了定神 装出一副乖顺的样子 林阳 我知道错了 要不咱们就把钱借给大哥吧 大哥说得对 刚刚的却是我太不懂事了 林阳紧绷的神色 立刻放松了下来 神色激动 老婆 你说的是真的 我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反思了一下 我确实有点不尽人情了 你给我的彩礼 你当然有权力支配 何况是为了帮你的亲哥哥 亲戚之间不就该互相帮忙吗 我刚刚那样着实不应该 婆婆笑了 早这么说不就得了 那不就不会挨打了 嫂子也笑了 对我的回答很是满意 行了 都是一家人 我们也不怪你 既然你知道错了 那咱们现在就去银行 把钱转过来 我们赶紧把钱还了 早还一天 也能少一天利息 我答应得爽快 好的 听嫂子的 去银行的路上 林阳坐在驾驶位 林刚坐在副驾驶 我坐在后排中间位置 婆婆和嫂子 一人坐在我的一边 似乎生怕我跑了 婆婆心情很不错 正笑咪咪地跟罗燕说提几话 小燕啊 等还了这二十万之后 你就别再提什么离婚了 你跟刚子好好过日子比啥都强 罗燕的脸上却还有一丝犹豫 妈 可是我们本来还打算买房呢 就算还了钱 存款也没了 以后拿什么副首付啊 婆婆冲她使了个眼色 则 怕啥 这不是还有你弟弟吗 刚子当初供杨阳读了大学 现在杨阳工作也稳定了 也该到了她回报她哥的时候了 是吧 杨阳 林阳从后视镜里瞟了我一眼 见我面色平静 便放心道 是啊 嫂子你放心 以后我跟小雨肯定会帮你们的 得了林阳的保证 林刚笑得像个两百斤的胖子说道 我这个弟弟就是孝顺 我说 媳妇 你压哥不用担心房子的事 你想想 咱弟弟都住上市中心的大房子了 难道以后还能眼睁睁地看着 咱们露宿街头 大不了咱们到时候 住进弟弟家 反正他家房子大 一家人住着也热闹 一家人和和美美 说说笑笑 车里的氛围好得不得了 但他们好像都忘了 车是我的 房子也是我的 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我的一切 都当成了他们自己的所有物 无耻地令人发指 终于 我们一行人到了银行 在监控底下 我小心翼翼地开口问林刚 哥 你们非要把这二十万拿走吗 可不可以少一点 我怀着运 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林刚的语气再次变得不耐烦起来 你少废话 说好了二十万就是二十万 你要敢反悔 信不信老子再揍你一顿 我的表情害怕极了 眼里充满了泪花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林刚这才满意 可他们不知道 几个满面春风的人 带着一个脸颊红肿 嘴角有血 满眼含泪的女人来取钱 并且一取就是二十万的巨款 这怎么可能不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 终于 当我在存款单上签下 就我两个字之后 银行人员终于以大额取款 需要特殊处理为借口 将我带到了后台保护起来 然后帮我报了警 等警察来的那段时间 我去了一趟卫生间 锁好门后 我一边抠嗓子眼 一边原地转圈圈 转了大概四五十圈 看着镜子里 我发红的眼白 飘忽的不乏 我满意地笑了 警察很快就到了 不出五分钟 就来了两辆警车 从车上下来了四个警察 当林刚他们被警察控制起来的时候 还是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 压根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林刚不知所措地搓着手 语气窃窃地 警察叔叔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都是良民 大大的良民 罗燕拧了拧眉 抱怨道 抓错人了吧 那么多逃犯不去抓 在这儿吓唬我们小老百姓 婆婆一听就火了 她插起腰 叫骂起来 就是 你们就算当警察 也不能凭空诬赖好人啊 你们随便抓人 信不信 我去法院告你们去 林阳被他妈的这番操作吓死了 赶紧堵住他妈的嘴 然后冲警察道歉 警察先生 我妈没文化 你们别跟她一般见识 对了 我们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事啊 您告诉我们 如果是我们的错 我们一定任凭法律处置 好歹林阳是这群人里 受教育程度最高的 虽然同样认为自己是被抓错的 但用此方式 却比那仨人高出了不止一个等级 这时 我被一个女警搀扶着从后台走了出来 脚步飘须 眼神疲惫 看了我一眼 林阳立马懂了一切 老婆 是你报的警 是吗 你说你 不愿意借咱们不借就是了 家务事而已 何必浪费警力资源 我呆呆地看了林阳几眼 像是傻了一样 过了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 我现在头好晕 你说的话 我都听不明白 婆婆愣住了 然后拽了拽林阳的衣袖 而啊 她不会是被打傻了吧 林阳一脸无奈地看着她妈 似乎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怎么会摊上这么一个猪队友 林刚此时 却大喊大叫起来 她讹人的 老子打那两巴掌压根没下死手 咋可能把她打成这个样 刘建仁 你赶紧跟警察说明白 不然别怪 不然别怪老子不客气 看着她凶狠的面目 我一脸惊恐 我双手抱头 哭了 别打我了 别打我了 钱都给你 都给你还不行吗 林刚更加愤怒了 她气得脸红脖子粗 你个贱人 别在这儿胡言乱语 你再哭 信不信老子立马打死你 她一边吼 一边做事 要冲我冲过来 别打我 别打我 我崩溃大哭 林刚当然没碰得到我 距我还有好几米的时候 就被警察拦了下来 然后喜提银手镯一对 他们林家人被一窝端地 带去了警察局 我则被带去医院做检查 由于还在孕期 我无法做CT 只能做核磁共振 检查结果在我预料之内 并没有什么异常 毕竟只是打了两个巴掌而已 当然查不出来什么 甚至连轻微伤都不能算 但是我会装啊 我走路歪斜 眼神飘忽 虚弱得像是一阵风 就能吹倒 谁能说我没病呢 在女警的搀扶下 我来到了急诊医生面前 你哪里不舒服 医生抬眼问我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突然像是不受控制一样 干呕了半天 好一会儿才说 医生 我头晕 恶心 头还特别疼 什么时候出现的这种症状 我没说话 看着医生的眼睛直发呆 两秒后 医生 你刚说什么了 眼神一片迷茫 医生无奈 只好又问了一遍 我说 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种症状 我这才开始回答 哦 是今天 今天下午 被我老公他哥打的 哎哟 医生 我头好痛 我肚子里的宝宝不会有事吧 医生面色凝重 打到头了 我忙不迭地点了点头 是的 我躺在床上 他冲过来 就是两巴掌 嘴巴都流血了 哎 这里怎么有个黑点 我伸出右手 向那个黑点的方向抓去 抓不到呀 怎么回事 医生沉思片刻 吩咐我把其中一只眼睛闭上 整开另一只眼睛 想看看到底是哪只眼睛出了问题 我这才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害怕地问 医生 我的右眼看不清了 那个黑点就在右眼上 医生 我的眼睛还能治好吗 医生看着我发红的眼睛 叹了一口气 别多想 安心治疗 随即在病例单上打伤了几个字 我用眼角的余光挑了一眼 疑似脑干损伤 脚膜组织受损 脑神经压迫 我靠着精湛的演技 成功把林刚送进了拘留所 因为林阳是我的丈夫 而且他和婆婆 罗燕都没有动手 所以他们三个第二天就被放出来了 不过没关系 该做的我都已经做完了 虽然在住院 但我也没闲着 让我闺蜜陆千千帮我把家里林阳的东西 都打包扔了出来 然后又换了一把门锁 把林阳彻底赶出了我的家门 做完这些 我还让他把之前林阳放在银行门口的车也开走了 换了钥匙 不让林阳再占到我一丝一毫的便宜 医院病房里 千千一边给我削苹果 一边骂林阳 他算什么男人 自己哥哥被骗了钱想帮忙自己去赚啊 惦记自己老婆的钱算什么本事 靠 自己怀孕的老婆被打了 屁话不敢说 连我家旺财都比他强 我家旺财在外面都知道护着我 刘雨 你嫁给他都不如嫁给一条狗 我小鸡啄米式的点头 就是就是 林阳真不是好人 陆千千把削好的苹果塞到了我嘴里 恨铁不成钢地说 你闭嘴吧 当初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林阳不是良配 他没车没房 上面还有个哥哥 他们举全家之力 才供出他这么一个大学生 他逼了叶自然得担负起回报他们大家庭的责任 横竖你都得不到一点好处 你倒好 非跟我抬杠说 林阳对你好 现在好了 长记性了吧 我一边啃苹果 一边小鸡啄米式的点头 脸比苹果还红 想起当初天真的傻话 我就骚得慌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当初明明千千都那么努力地劝我了 我为什么还是像一头倔驴一样往火坑里跳 看着我乖乖认错的样子 千千的脸色终于有所缓和 长记性了就好 就怕你跟有些傻女人一样 被打了之后 对方给了一个甜枣 就又傻乎乎地原谅了 一辈子被人压在头上 我的头顿时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不可能 我不可能原谅他们 我已经决定好了 我要让林刚留案底 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跟林阳离婚 我连手术都预约好了 陆千千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还差不多 还算你有出息 我心情刚变好没一会儿 林阳和他妈就 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刘雨 你赶紧给我儿子千亮解书 不就是跟你借点钱吗 你至于把我儿子送进监狱吗 现在刚子蹲橘子了 罗燕回娘家闹着要离婚了 你满意了 我告诉你 你赶紧给刚子千亮解书 否则刚子要是离婚了 我也不让你好过 我也让我儿子跟你离婚 婆婆看着我的肚子 脸上全是势在必得 无非是觉得我在孕期 为了让肚子里的孩子有个爸爸 我不可能同意离婚 可他错了 既然都发现自己的老公是个混蛋了 我干嘛还要为了一个混蛋生孩子 从婆婆 林刚 林阳 他们三人的表现来看 他们这一家子都是坏种 孩子身上是否带有他们的劣质基因 我虽然不能确定 但至少有一点我能确定 那就是如果我把这孩子生下来 这孩子一定会有一个混蛋父亲 奶奶和大伯 仅从这一点来说 我就不该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既然孩子都不打算要了 那我要这个老公还有什么用 离婚正合我意 可惜林阳没有给我现在答应的机会 林阳制止了他妈的话 然后跟我打起了感情牌 老婆 我哥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被要债的逼得太紧了 一时上头才不小心动了手 我已经说过他了 他也保证以后不再犯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这次就原谅我哥吧 等他出来 我让他给你赔罪 笑死又是同样的套路 一个来软的 一个来硬的 就不能有点心意吗 我呸 芊芊直接朝林阳脸上 催了一口 然后直接开骂 林下头啊林下头 你可真不要脸 你哥一时上头 那他咋不删那些要债的 不删他老婆 不删你跟你妈 就删我们家小雨 你别忘了 小雨还怀着孕呢 他为了养胎辞了工作 手里就那点钱傍身 你倒好 一伸手就要二十万 咋地 让他自己贴钱给你生孩子啊 你们家可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被芊芊这个大美女 如此不留情面地骂一通 林阳的脸刷一下就红了 她默默擦掉了脸上的口水 孽如道 没有 都是误会 婆婆觉得自己儿子被欺负了 生气地说 你凭啥骂我儿子 哪里来的红妹子 我们的家是哪里轮得到你管 那彩礼本来就是我们的钱 现在我们有困难了 拿过来用用有啥不对 再说 他自己生孩子自己拿钱有啥不对 难不成没了那二十万 他还生不成了 我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 没那二十万 我确实生不了 所以我已经决定打胎 然后跟你儿子离婚了 我说完之后 病房请客间就安静了下来 婆婆看着我 瞪大了眼睛 你说什么 打胎离婚 我笑嘻嘻地点了点头 是的呢 林阳急了 语气急切中带了几分冷意 小雨 你疯了 你这样做的话 有没有想过你 以后怎么办 你一个打过胎的女人 还离异了 到社会上不得到处遭人嫌弃 以后哪个男人还会要你 每一句看起来都像是对我的关心 却每一句都在破 男人总想用他们制定的道德枷锁和真操观念来控制我们 企图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傀儡 这是他们千百年来的固定套路 有些人被他们成功洗脑 认为饿死是小 失节是大 他们会为了素未谋面的未婚夫 而死 会在面临被玷污的风险的时候 选择自枪 会在丈夫死后 独自一人把幼小的孩子养大 为了所谓真洁的名头 他们有的付出了青春 有的付出了生命 可他们用自己最宝贵的人生换来的 也不过是一座座冰冷的贞洁牌坊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而那些不被他们洗脑的女性 则被他们扣上了浪荡的骂名 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 永远被刻在了耻辱柱上 林扬以为 他也能用这种腐朽的道德观念 来束缚住我 可我让他失望了 因为只要我没有道德 道德就束缚不住我 我才不在乎什么流言蜚语 如果有人因为我 打胎离婚而看不起我 并不能证明我有多差 只能证明对方的人品有多差 我不会因此陷入自证的怪圈 只会默默地远离他 以防他被雷劈时劈到我 看着林扬自信满满的眼睛 我笑了 你一个害女人打胎的男人 都不怕被人瞧不起 我一个受害者怕什么 林扬急坏了 那不一样 我是男人 你是女人 千千实在听不下去了 男的咋了 男的了不起啊 多长了一个那玩意儿 瞧把你给嘚瑟的 你有这时间 想流雨以后 嫁不嫁地出去 还不如想想你自己 没了车和房 以后住哪儿 想想自己哥哥在居留所住不住的惯吧 婆婆的眼神惊讶极了 啥意思 她离婚就离婚 俺的车房 凭啥给她 我翻了个白眼 什么你儿子的车房 那是我结婚前 我爸妈给我买的 是我的婚前财产 林扬哪有房 你把所有的存款 都贴不给了自己的大儿子 哪有钱给林扬买车买房呢 她气坏了 刚子没上大学 赚得比小杨少 我帮一下 他们咋了 再说 刚子供小杨读了大学 这恩情 你们夫妻两个一辈子 都还不清 你也别老说 你的房子 我告诉你 出嫁从夫 你跟我儿子结婚了 这就是我儿子的 而我儿子的 就是我的 他哥的 我们老林家的 她瞪圆了眼睛 说了一大堆惹人 发笑的风话 像一个财迷心窍的文盲 我和千千对视了一眼 默契地笑了笑没说话 跟这种法盲 实在没有争论下去的必要 不知道为什么 我俩的这个动作 明明没有什么攻击性 却让林阳她妈更窝火了 你们笑什么笑 信不信 我把你们的嘴撕烂 林阳刚刚还正在原地愣神 看到自己妈要冲上去打我 林阳终于反应了过来 然后拦住了她 够了 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 她这一吼 我和千千愣住了 她妈也愣住了 小杨 你怎么能这么跟你妈说话 这小贱人给你喂了什么迷魂药了 她哭了 然后坐在地上撒起泼来 哎呀 你有了媳妇就忘了娘啊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哟 你爸走得早 我辛辛苦苦把你们兄弟两个带大 你现在却帮着你媳妇欺负我 你丧良心哟 看着她妈耍无赖的样子 林阳一脸无奈 妈 这里是医院 你别在这儿闹 行不行 她一边搀扶她妈 一边跟她妈小声密谋 你别忘了 咱这一趟是为了我哥的事 我哥还在里面等 我们救他出去呢 你再在这儿闹下去 事情只会越来越糟 你先回去吧 我跟小雨好好谈谈 我们夫妻一场 她总会给我点面子 终于 她把她妈说动了 她妈瞪了我一眼 就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病房 林阳看着我的眼睛刚想开口 就被我打断了 打住 要想给你哥求情的话 那我没什么好跟你谈的 我不可能千谅解书 林阳却摇了摇头 不是的 小雨 我刚刚那么跟她说 只是想把她支走 免得她再烦你 我真正想跟你说的是 我已经意识到了 自己之前的行为 是多么愚蠢 我不想失去你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 我有一瞬间的诧异 不过很快就反映了过来 她的真实意图 她哪里是知道错了呀 无非是因为意识到了 自己母亲天心哥哥的真面目 也意识到了跟我离婚车房进尸 妻离子散的后果而已 选择自己的哥哥和母亲 她将一无所有 甚至还要帮哥哥背负一部分外债 但如果选了我 那她就还是有车有房的成功人士 之前她站在自己母亲和哥哥那边 无非是因为觉得我怀孕了 又那么爱她 所以好拿捏罢了 牺牲我一个人的利益 换他们一家人的和谐安宁 她何乐而不为呢 她现在选我 不是为了爱 只是利益所趋 这一点 我现在比谁都明白 我装作天真的样子 问她 哦 那你想怎么改正 林扬的眼中扬起希望 看着我说 我答应你 以后跟我妈和我哥再也不联系了 把整颗心都放在你和孩子身上 以后坚决不让你受到一点委屈 我的眼睛突然亮了一瞬 嘴角刚刚扬起 却又似乎想起来什么似的 眼里的光又暗淡了下去 算了 你怎么可能轻易改变呢 就连这一次的事情 你都没有给我合理的解释 我又怎么能奢望你 以后会真的站在我这边呢 我们还是离婚吧 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感受到了身边有一道 可以杀人的目光 如果目光能杀人 想必我已经死了一百次了 林阳却似乎抓到了救命稻草似的 激动坏了 不会的 小雨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处理好 让你满意的 我感动得点了点头 好 我相信你 林阳星冲冲地走出了门 芊芊则气冲冲地收拾起了东西 我赶忙拦住了她 你干啥呀 别走啊 芊芊一边收拾 一边碎碎念 再不走 我怕自己气出来乳腺节节 死炼爱恼 以后你再挨打别找我 回头你再跟她和好了 我倒成了小丑了 我哭笑不得 赶忙跟她解释 我没打算原谅她 这不是正好利用她一下吗 让她们几个欲磅相争 我们才能渔翁得利呀 再说了 现在把她支开 我们也不用担心两天后的手术 她来捣乱了 多好的计策呀 你说是不是 芊芊用一副探究的眼神 看着我 真的 我点头如捣蒜 看着我真诚的眼神 她终于信了我的话 这才放下了手里的东西 长舒了一口气 她难得夸了我一句 还算你有点脑子 之后的一段时间 林阳不知是给她妈和嫂子 喂了什么迷魂汤 愣是从没让她妈和她嫂子 在我面前露过一次面 那么清静 我甚至有点不习惯 在这段时间里 我做了流产手术 然后重回了职场 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满意的工作 林刚的判决结果出来的那一天 我正和千千窝在家里看电影 林阳心冲冲地告诉我 林刚被留了个寻衅滋事的案底 判了半年 林刚进去倒是轻松了 家里的二十万债款还得还 催债的天天来 总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罗燕是林刚的老婆 欠款属于他们的夫妻共同债务 婆婆是林刚的母亲 同样也跑不掉 在林阳的搅和下 婆婆和罗燕都打起了彼此的主意 婆婆想让罗燕把当初的彩礼钱 拿出来把债还上 罗燕却想让婆婆 把自己的养老房给卖了 用卖房的钱来给自己儿子填坑 总之一句话 狗咬狗 这婆媳俩现在天天打架 家里被闹得鸡犬不宁 林阳妖宫似地把这一切告诉我 末了 她问我 小雨 你现在能原谅我了吗 那些欺负过你的人 我都一一帮你惩罚了 我却反问她 可是 你曾经也是欺负我的人中的一员啊 你受到惩罚了吗 这个问题似乎把林阳弄沉默了 半天没有说话 我笑了笑 逗你的 这样吧 我们去离婚 这就算给你的惩罚了 然后 你重新追我 表现好的话 我再接受你 林阳有些犹豫 可是 如果你不答应 跟我复婚怎么办 我使了个眼色 千千心领神会 从衣柜里 把我们早就准备好的 嫁运度找了出来 给我带在了身上 然后 我拍了一张 运度照给林阳发了过去 宝宝都快五个月了 我不跟你复婚 难道当单亲妈妈吗 这是宝宝对你的考验 算了 你压根不是诚心哄我 不理你了 林阳这才放心 答应得很是爽快 别别别 我答应你 老婆 你别不理我 好 那我们今天下午三点 民政局见 一会儿千千陪我去产检 正好回来的时候顺路 好的 老婆 摸摸的 最后一句话 差点把千千恶心吐了 她把林阳的祖宗十八倍 问候了个遍 当天下午 千千就陪着我去了民政局 林阳早就在民政局门口等着了 见我下车 忙向个体贴的丈夫 一般跑过来扶我 当然 她被千千推开了 她让你扶了吗 她原谅你了吗 等你通过考验了 再来碰她 虽然我也很厌恶林阳 但毕竟离婚中还没拿到手 我必须得装装样子 我抱歉地看了林阳一眼 开口解释 千千就是这个性子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林阳一开始被骂了一顿 脸色有些不好看 但听我这么一说 又开心了起来 没事 没事 我不跟她计较 老婆 为了你 我怎么都行 我假装感动地点了点头 虽然她的每一句话 都让我有一种想消她的冲动 但我还得那这性子 装出一副恋爱脑的样子 别提多糟心了 我抱着个大肚子 演了半天 终于陪她演完了这出戏 可惜我们还不能立马拿到离婚证 要等一个月的离婚 冷静期之后才能办理 没办法 我又忍着恶心陪林阳聊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 林阳一直把她妈跟罗燕的近况 当笑话一样讲给我听 她说她嫂子跟她哥已经在闹离婚了 但因为她哥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怕自己以后娶不上媳妇 所以死活不同意里 罗燕没办法 婚礼不了 债还得还 她只好舔着脸回自己家跟她妈要彩礼钱 但是她的钱都被她妈拿去给她弟弟买房子了 怎么可能再还给她 结果可想而知 她不但一分钱没要回来 还被她妈骂了个狗血淋头 差点都要跟她断绝了母女关系 现在罗燕干脆摆烂了 也不着急了 就是天天抱着个手机 不知道跟谁聊天呢 林阳她妈终于怕了 她害怕罗燕真被自己逼走了 那自己儿子以后出来 可就不好找媳妇了 于是她决定卖房帮自己儿子还债 但是挂了半个多月 却连一个来看房的都没有 林阳告诉她的是 现在房子不好卖 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是正常的 但他们不知道 中介曾联系过林阳几次说 要带客户看房 但都被她以 房子里没人等理由拒绝了 这房子 林阳压根就不想卖 终于 一个月的时间到了 我穿着大一号的假肚子 成功拿到了和林阳的离婚证 可笑的是 林阳居然比我还激动 她站在车窗外 深情地望着我 小雨 你是不是消气了 那么 我可以重新追你了吗 我降下车窗 看着她的眼睛 嘴角不屑地笑了笑 然后狠狠地在她脸上 催了一口 推 你也配 下辈子再说吧 然后趁她愣神的功夫 我一把取下了 系在身上的假肚子 一把扔给了她 拿去 自己给自己生吧 说完 千千踩了一脚油门 喷了她一脸汽车尾气 带着我扬长而去 后视镜里 我看着林阳抱着那个假肚子 眼神从呆滞 再到震惊 再到由内而外 无边无际的愤怒 实在忍不住 终于哈哈大笑起来 千千也跟我一样大笑出声 是释怀的笑 放肆的笑 车里充满了愉悦的气氛 我们之所以这么肆无忌惮 是因为我们真的 没什么可忌惮的 车是租的 林阳不可能凭借车牌号 找到我们 之前的房子和车 我也卖了 林阳根本没有我的地址 我还找到了别的城市的 更好的工作机会 千千的公司 在那个城市 也有分公司 她过去就能当一个小领导 到时候 我们还能住在一起 怕林阳的日子太过舒坦 我们整理了一下 跟她的聊天记录 里面清清楚楚地记下了她这段时间 做的所有事情 然后打包发给了她妈和她嫂子 不出意外的话 两个女人的愤怒够她喝一壶的了 后来 我和千千的工作蒸蒸日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俩嗅到了商机 然后双双辞职 开始创业 正好赶上了行业风口 赚到了不少钱 有一天 我正在跟千千一起 在国外度假的时候 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 发来的消息 我嫂子去我公司闹 害我丢了工作 我哥也出来了 她一出来就把我打了一顿 我妈眼睁睁地看着我被打 一句话都不说 他们现在都讨厌我 把我赶了出去 小雨 我想你了 我不怪你骗我的事 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 我已经记不清 我已经拉黑几个这种号码了 只是这次 我改了主意 没直接拉黑 看着远处海滩上 正在捡贝壳的千千 我笑着回了她一句话 别再跟我发消息了 千千会生气的 然后 删除了短信 拉黑了这个号码 拿起了一旁 刚摘好的野花 朝千千的方向跑了过去 好了 这就是今天 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